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级联赛的一个比赛 观赚方是十方无敌局部孔庙 最长方是永明机械 金哥铁马 双方都是前八的一个团队 这次超级联赛 进入前八的一个团队 局部孔庙这边是排名第一 他和紫禁城是一样的击分 大家都是58分 我记得好像是58分 局部孔庙是排名第一 金哥铁马是排名第八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新的问题 却双方可能在6月3号的八定四的一个淘汰赛 也是这两个团队打 因为他这个淘汰赛是第一打第八 第二打第七 一次类推 日月乾坤 靠一靠 对面这封印命中率也还不错的 那观战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磐斯武装 大唐加咒识 一个不带地府的点杀阵 开了一把蛇阵 那最大方直接选择上的一个五宝林 女儿武装化身地府 咒识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现在玩五宝林都喜欢开着的待这个地府 盘斯不香了吗 感觉盘斯有点不太香了 那看一看 渠户这边遇到金哥铁马的五宝林 怎么打了 蛇阵有一把小鹤 观战方开蛇阵 我估计啊 也是撂中了对面会上五宝林 再来一个700多的灯 那这个700多的灯的话 也能抵消不少的几独咒的一个伤害 蛇阵抗风嘛 两个10%的一个抗风位 一个20%的一个抗风位 所以一番开蛇阵 也料定对面会上一个多风际 不然不会开蛇阵 接下来就看 蛇阵这么一套阵 能不能骑进去了 毕竟就静光而言的话 观战方肯定是要 更主动一些的 当然 金哥铁马那边既然选择待地 他也不能拖 也不能拖 也得想办法点 金哥铁马咱们平时做比赛 做的不多呀 主要是对他们的宝宝 咱不太了解 因为确实平时比赛做的不多 咱们看看对面 因为打五宝林 要求宝宝一定要好的 那宝宝不好 打五宝林打出效果 尤其在地府的时候 在盘斯你还能往后号 在地府 你肯定是要进攻的呀 所以说对于宝宝的要求 会比戴盘斯要求更高 你进攻因为你只有一个宙式不多 对吧 你想点死人 靠什么点 你光靠一个宙式肯定不够用的 你得配合一些宝宝了 杀利P也好 DT也好 对吧 高宫善恶也好 你这些宝宝质量高 你才能点死 不然在地府就没意 观众方已经开始 在T5回合的时候 已经开始进攻了 你如果宝宝质量不太行的话 那你就不如去干什么 带盘斯 慢慢号呗 对吧 大大蓝 静静对手的药 扔一扔胀 让你的恢复量降低 对吧 慢慢往后跑 对面一把金静 也是把警独咒给剪了 但是女儿倒地以后 这是静寮解不掉的 当前回合静寮解不掉 这也是一个静脉效果 不是说盘斯的静寮 他就当前回合静寮解不掉 是点了静脉以后 金清解不掉这个静 水清可以 金清不行 水清可以 金清不行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小伙伴对于他们这些静脉 可能 这么什么 静寮使用当前回合 无法被金清育清解除 无法被金清育清解除 也就是水清冰清 啤壶 这些都不影响 这些都不影响 只是金清育清不行 我估计 对那方可能带了定神仙情 看一下有没有带 没有带定神仙情 战敌何耻的 女儿没带针吗 女儿都不带针 女儿不带针 那如果姑娘方上个国标 对面也难受啊 这实话是说 对面也难受 虽然五宝林比较克国标 但是五宝林不一定克局部的国标 嘿 懂得都懂啊 就豪门的五宝林 都不一定克局部的国标 夏令尝闹 切尸 继续给跳铃了 马玉令 福德山在 因为身上有脏气啊 所以说福德山这个灯 只是灯到了一个四百多 女儿吞反控 感觉这蛇阵也不行啊 说好的三个抗空位 我发现这三抗空位跟没有一样 蛇阵他骗人的吗 这 满天 满天 这套阵容的话 他无非就是配合 近辽 加紧 武咒的 一个 手持 来打你的腰瓶啊 他总结就针对你的人物单位 轻宝宝 双方这个阵容 轻宝宝能力都不行 满天方也不怎么样 继续给消灵 空分 空面 解铺咒 现在画得有点难说了 在凡鼠空虾 大唐 最近嗓子有点不舒服 光辉 上 又来了一把金青 愿怒还是没空住 再压死鸟村 当然现在对面 有一 然后鸟村 身上并没有尽疗 也没有几鼓咒 倒地了 像影响也不算太大 一把青蛇 继续亲亲抱抱吧 因为观察方这边刚才说过 他重点这套阵容就是针对人的 但有一个问题 对面是五宝灵 虽然硬件 跟渠虎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毕竟是五宝灵 你切的时候也不好往里切 你这套这种 终究 还是得配合渠虎 比较擅长的那套地形吧 终究的还是得拿宝宝 去做一些文章 你光靠人物单位 确实不好切进去五宝灵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团队 喜欢玩五宝灵的一个原因 那确实耐抗 确实耐抗 虽然不好看 就从观看的角度来讲 独暴灵确实 不怎么好看 但是他真的好用 反正确实好用 不好用也没有 这么多团队去用了 这都是好用 但确实不好看 没办法 神佑 诶 女儿没拉吗 再套一下 宝宝被清了 女儿没拉起来 和华晨妮 再反控一下 特甲树 老师看 局部这边下一个目标 定在谁身上 皇权之息 下一个目标 定在对面 地狐在身上了 地狐 相生相灭 三千五 地狐没了 地狐 地狐头上是要定不住的 这边还有一个 守女儿身的尸体 起个尸儿 只要这两个状态 有一个 你倒地就很难受了 静疗 或者静不住 你有一个就很难受 有两个 那就要超级难受 静疗 给上 提狐保一下 这回合只要挂 紧箍咒咒就可以 只要给女儿身 挂上 紧箍咒咒 就可以了 他就会 超级难受 一旦这两个状态都有了以后 你想想 拉起女儿身 有多费事 一个九转 你拉起人了 对吧 然后你还得去 卡一个五龙灯 去把镜鸟解掉 然后 你还得再卡一个回春 把紧箍咒解掉 就三个腰皮 然后女儿身 再自己喝个酒 就拉起一个女儿身 就四个物品 你还得耽误四个操作吧 谁给你是咬的宝宝吧 这宝宝的三个操作 得浪费了 女儿身的一个喝酒的操作 得浪费了 对吧 所以一旦静疗 加紧箍咒 一给你套脚 太非要 拉起女儿 来 寡鱼令 也行 浪费一下地府的操作 但是可以省一个药 而且 让女儿暂时有一个 免疫 盘丝封印的效果 化育力 还得来一个回春呢 浪费地府一个操作 但可以省个药 再来一个回春 然后再喝一个酒 你看这就是标准流程 一旦中了 进到加紧 药品吃得非常快 标准流程 浪费在进一下你的药品 再进三个 进到一个酒 看到了 进到一个酒 盘丝 再给你用一用 浪费毒 更是加速了你药品的一个消耗 出品 去 连 去 去 试试试试试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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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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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破血狂攻给的不多 给了一把破血 看一下五星法术能不能砸死 日光滑 3900 差一丢丢 宝宝没打着 上面真火一烧 倒地 又有一个尸体了 清风望月 保一下出手 这也是武装万低速打高速的一个技能 清风望月 你控制我 我一把清风望月剪开封印 可以接着去针对你的人物单位 又把宗师普陀给砸死了 对面化身寺现在压力有点大了 很多风险啊 他都具备这种低速打高速的能力 对咱们刚才说的磐丝武装冠 一个清风望月 一个落花尘 方寸有分身 方寸有分身 分身了以后 你第一下你打不着 他也有低速打高速的能力 对面这波也是想点一点 不过呢 你打不上火法无边啊 你这怎么点 没有破花无边点人 你些微有一点点的困难啊 小桶挂重 中物魂 毒宝宝 哎呦 上了一个 三宝 恶宝 地府又没了 换魂咒 拉起咒识 还有一半血呢 还有一半血 五星 哎呦呦呦呦 七千多 没没死啊 哎 一半血七千没死啊 这大桶带着什么玩意儿 还是大桶的血太多了呀 我的四千 七千多 一半血 一万四 大桶得有一万五的血吧 因为大桶没有神武器啊 也没有163 大桶不戴163 那就得一万五的血吧 那一万五的血 大桶哪有伤害啊 那大桶一万五不可能啊 哎 回头再去看看 是不是闻眼睛不太好 那么血条看得有点歪了 再找一个地厅 紧了给上 但这个杂七千确实是有威力 啊 确实是有威力 踩个干将 地平给你换一换 继续压着地铺 同样的地府你拉起来也得那么一系列操作 要不然就这个龟宿海的拉起来 用一下技能就倒地呗 啊 要不然只能这么来 尺子扔给宝宝 讲一下抗秦 关照皇罗汉也该想 烟雨啊 关照万象 要把这宝宝尽快清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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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像对战狂没什么机会了呀 这第一跟第八差距说句说话有点大 有点大 金刚弄传一下愤怒 贱了一把罗汉 招地厅了 再招 再招直接三颗地厅出来 看看这三个地厅怎么跑吧 使得一个 观照万象高速的 保证其他两个地厅的生存 一旦队长黄假如说对面人家出了高速高脸 用这个高速地厅可以第一时间将其清掉 不见诸斯坦的禁药 还是女尔顿 两个本来回溯一个五龙凳 女尔顿那边就剩下五个物品了 战狄再夹 本嫂也上了 针对五双冠 直接空切 再来一把战狄 夹得足足的 这三号位要哈出去 那不就毁天灭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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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法莲概率不敌啊 这法莲概率不敌啊 剩下两个孩子 再换一波 再换一波 好了 拜拜